ESPN数据组给出的哈登在生涯至今9个赛季中,一共有94名球员与机友过合作,其中特雷沃阿里这是合作时间最长的球员,达到300产常规赛。 如今阿里扎月赴菲尼克斯,而后也难有再合作的机会,第二位贝弗里,合作场次数为278场,第三位是威斯布鲁克,有220场,第四位为卡佩拉,219场,第五位为杜兰特,216场。 在生涯初期,哈登作为杜兰特和威斯布鲁克的帮手,担任替补第六人的角色,而后便是来到胡人的核心时代,经历了和霍华德的双核时期,德安东尼指教下的三核时期,还有和保罗合作的后场双核赛季。 数据体现中,哈登赛鸟赛季2009-10赛季,他更多时间是和梅洛、格林、伊巴卡和克里森一同登场,这套替补阵容每百回合竞争分为-6.1分,复数,而在和威少、杜兰特、格林和克里森同时出战时,却是每百回合竞争9.2分。 而2010-11赛季,三少和伊巴卡、克里森同时在场时,每百回合竞争15.2分,当格林听话克里森时,每百回合竞争-4.4分,2011-12赛季,格林被交易,换来帕金斯,对于首发中锋位置达成升级,三少和伊巴卡、帕金斯的阵容每百回合,也仅仅竞争5.6分。 来到火箭之后的两个赛季,哈登,无论是和贝弗利、林书豪、帕森斯、琼斯或是霍华德,阵容表现,都不是很出色,最高镜上分为7分。 到了2014-15赛季,哈登、贝弗利、阿里扎、莫泰尤纳斯和霍华德这套阵容定上分就达到11.5分,之后的赛季为12.5分。 德安东尼作为火箭主教练执教的最近两个赛季,哈登的打法开始有了改变,2016-17赛季,哈登、贝弗利、阿里扎、安德森和卡佩拉的组合,每百回合竞争15.4分。 2017-18赛季,哈登、戈登、阿里扎、卡佩拉和安德森的组合每百回合能竞胜21分,而哈登、保罗、阿里扎、卡克和卡佩拉这样的阵容,每百回合却是竞胜2.9分,差距略明显,在生亚9个赛季中,哈登的最强搭档并不是杜兰特、威斯布鲁克,而是上个赛季的保罗。 保罗在仅仅出展18场的情况下,就能有10.2的胜利贡献值,高居联盟第13位,甚至最好险些现在有事,晋级总决赛,哈登在此前也胜赞过保罗,趁保罗在未来能够进入名人堂,球伤跟天赋都极高,队友在他身旁也能更为轻松,他能够洞悉群场,在得到这样的队友帮助时, 表现一定能够更上一层楼,作为哈登生亚的最强搭档,保罗在媒体SpaceKidscope的消息中,被提出了先赛季的目标,便是保持健康程度,入选最佳防守阵容,和进入西部决赛即被勇士,获取赛季,由于保罗的西部声势,缺席了赛季整整24场比赛, 火箭输了其中的10场比赛,在保罗健康时,火箭在季后赛中轻松,一两个4比1的系列赛比分,连续击败森林郎和决士,近期总决赛,在保罗还未受伤之前,火箭以3比2则总比分还领先于勇士,但在随后受伤缺陣的两战中, 火箭连输两场,无缘总决赛,所以保罗保持健康程度,对于火箭的赢球保障无疑是巨大的,保罗在生涯中曾经7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一阵,两次二阵,还有4次当选赛季场断防的成绩,过去赛季中,保罗由于应商区阵多长,所以最终100个金米巴特了5分,无缘入选最佳防守阵容,在阿里扎和巴默特里对阵中,火箭连输两场,所以最终一百个金米巴特了5分,无缘入选最佳防守阵容,在阿里扎和巴默特里 之后,保罗或许需要付出更多的防守端精力,为火箭防守分忧。